温暖的闲中温暖家暴战男闲,战男闲吐槽自己在浅雨的生活。 温暖的闲中温暖家暴战男闲,战男闲吐槽自己在浅雨的生活。喜欢可以关注我。 温暖的闲迎来了大结局,张军宁饰演的温暖终于嫁给了张翰饰演的战男闲,一个美好的大结局,可惜小说温暖的闲外没有被拍进去,我们无缘地见战男闲的三个儿女,也无法看到哪个一心在家陪孩子的奶爸战男闲,不过还好有小说的翻外,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战男闲一家的生活。 婚后的战男闲经常被温暖家暴。 每当温暖提议战男闲应该回公司上班的时候,战男闲就会用儿女当借口,甚至说出自己能力强应该在家做教育儿女的事情。 因为孩子比公司重要,总之就是各种理由不会去上班,后来温暖爆发了,是一战男闲应该回钱与工作了,结果战男闲直言自己早就回去了,惊到了张军宁饰演的温暖。 因为没有人比温暖更了解孩子出生后的战男闲。 战男闲还一本正经地给温暖算账,现在大儿子9岁了,战男闲表示在19年前,从18到28岁。 那是男人一生中最宝贵最青春最无价的时光,战男闲给钱与奉献了十年的青春,与气变成哀悼般沉痛和自我面联,他吐槽自己在钱与的人生是一种愚蠢的行为,这一句话点染了火药桶,气了温暖用软枕加爆战男闲。 战男闲也是活该,你说你一个大男人,甘心躲在温暖的背后当家庭主夫,这还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战男闲吗? 不知道你们喜欢哪一个战男闲,是哪把战男闲,还是钱与精英战男闲呢?